但是我们感谢神 有上帝与我们同在 We can do anything 没有难事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也谢谢Praise and Worship Team 今天他独唱 所以你看看 Everything is possible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做得那么舒服 因为突然间 牧师会问你一些问题的 你们要不要坐下 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给一个转胜 我们的Praise and Worship Team 他们一早就来到我们当中 六点半差不多 还要Uncut Ministry 把这些余趣 完全从上面搬下来 等一下你们散会之后 你去饮茶 他们还要把这些东西搬回去 所以我们值得我们的掌声 他们是Deserve的 我们谢谢上帝 好 今天又是不是讲道了 又讲道的时候 我又紧张 我又很兴奋 为什么紧张呢 因为我怕我做错东西 交错你们 那我就大罪了 那我很兴奋 因为我觉得上帝给了我 三十五分钟的时间 给我去讲圣经的话语 让你们可能是第一次听的 所以我就有很有福气 我去做这个教导的工作 我常常说了 你们来崇拜了 不是来observe 不是来观摩观察 看看牧师讲道讲得怎么样 看看师班唱得好不好 我们来崇拜了 上帝也在我们中间 所以我们是participant来的 所以你的参与很重要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时间归给上帝 手提 把他收起来 那些不应该在你面前的东西 要把它拿走 因为是distracting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专心的 尊主伟大 这样来去敬拜 那就very good了 等一下我可能有些互动 因为我不喜欢只是要你们听我讲 我要有互动 那你们也主动一点 所以我就说你 You have to be alert 要不然等一下我问你的时候 你不会答 那就糟糕 让我们一起祷告 十月天父我们谢谢你 今天外边的阳光仍然是那么的热烈 但是感谢主 我们的心更加的热烈 因为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是来敬拜你 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是听你的话语 所以我们的心 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归向你 因为你就会在今天 用礼物诗的讲道 也跟我说话 愿你的说话成为我的吉利 愿你的说话成为我的恩高 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听着我们以上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讲了一大堆 现在才来早安 公祝大家过个大回廉 所以知道了 现在我们还是New Year 所以这个是很兴奋的时间 那我也请你们 公祝你旁边的人 站起来 OK 大家站起来 跟你左右的人说一声 公祝你新联盟恩 是不是很开心啊 我常常说了 教会是一个家 无论你哭着来 还笑着来了 这边都有人跟你同行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珍惜 这些回教会参加崇拜 每一个礼拜都要到 我在这个礼拜我就很忙 就没有去探访 又是平时 我一定去找那些迷失的小羊 现在我知道我们教会了 Amen 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回来 我打电话给他 不是啊 我喉不大喊 我不知道他忙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了 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 这个是不可以少的 无论你怎样忙 这个主日是要 Dedicate 给上帝的 所以请你们呢 要是你们知道你们旁边有些Member 有些你的小组的成员没有回来 你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要不然呢 他们会有很大的损失 好 到正题了 我们知道这个礼拜是第二个主日 是2023年的第二个主日 所以我们知道了 我们继续下去了 还有很多很美好的主日呢 会出现在我们当中 我们也感谢神啊 在过去的日子呢 上帝真的很祝福我们 给我们SM的弟兄姐妹 很多 每一个都很健康的 甚至看到我们的灵命啊 也步步高升的 但是真的好像我说了 有些弟兄姐妹退步了 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他们没有回来教会 听不到神的话语 他们的心啊 也变得很冷 所以我们要帮他们来加油 来打趣 真的盼望他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回到来 所以我们感谢神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 其实我们经历了很多 你看看世界 看看到处 难民多得不得了 去到哪个地方 都有很多的灾难 钱不够用 那个飞机啊 也不能够起飞 因为不能够过界 所以整个世界呢 就是乱乱乱 但是我相信啊 当我们多点去祷告了 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的美好 教会为了要使得我们呢 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 那大家上个礼拜你有来的呢 你就听到Pastor Philip在这边开始讲马可福音 我知道当中很多都有听到Pastor讲的马可福音 给我们有一个introduction 讲得很好 马可福音呢 当我去准备的时候 哇 我发现了 就是一个故事轮着一个故事一个故事 全部都是故事 要不然呢就一个神迹轮到另外一个神迹 很多的神迹 马可福音有16章的经文 当中呢有18个的神迹 所以我相信呢 当我们读完了马可福音之后呢 神迹一定会发生在我们生活中 你相信吗 当我们读完了马可福音之后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神迹一定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 Amen Amen 信心还不够 读下去就会够的了 那个信心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也感谢神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是很简单的一本书 又很短 所以帕斯就说我们先从那个简单的开始 然后就慢慢的进神 但是你发现马可福音 也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好的教导 特别在这个福音里面 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 借着这些崇拜的讲道 让我们每一个人 就算你读马可福音 读了很多次 不要紧 再读 要是你从来没有读过马可福音 也不要紧 我们会告诉你 我们会教你 所以我们知道了 马可福音是一个宝藏 上帝为我们预备 让我们在读的时候 我们对上帝更加的认识 我们对耶稣的作为 我们更加的明白 所以大家呢 真的 你不要miss 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 其实跟刚才 师班的也很match 因为我要讲的主题就是 勇敢踏上信心路 刚才他们唱歌了 很多都是新的 我们有新的生命 新的意向 新的恩高 什么都是新 所以我们知道 在这个新年里面 上帝也会额外的 给我们有更多新的学习 甚至一个新的新 以前我不知道怎样爱人 现在借着上帝 给我我这个新的心 我要去爱人 让每一个人 跟我亲近的时候 他们感受到 在我的身上 有耶稣的爱 有耶稣的信仰 在新的历年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 dream 有什么梦 有谁为了 2023年发梦的 有吗 没有梦 一个梦都没有 要是我还没有结婚 我希望我有个男朋友 一定有梦的 怎么会没有 可能你的头 塞得太厉害了 要清一清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将来 来发梦 你的愿望在哪里呢 我们一起来看 罗马书 十五章 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读圣经 都是要一起读的 但愿死人 有盼望的神 应信将诸般的 喜乐 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助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这个就是我们的梦 但是我知道这个梦会成真的 但愿死人 有盼望的神 因信心 将诸般的喜乐 更多的喜乐 更多的平安 充满我们的心 使我们借助圣灵的大能 大有盼望 所以这个就是 2023的梦 我也期待大家 你真的在当中 你会去领受到 原来当我信靠耶稣了 真的 好连累 非常的好 非常的有得着 上个礼拜 帕斯福利普也讲到 为什么这个马可 要去写这本书 我在这边也有很简单的 写了这本马可福音 是为了要鼓励 在罗马受逼迫的信徒而写的 要他们认清楚 这个耶稣就是救世主 是离赛亚 所以在这个整本的马可福音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 很多讲到耶稣 他的那个生平 他所做的一切 所以就使到 在那个罗马那个地方 那些受逼迫的信徒 他们多一点的信心 他们也知道 耶稣要来 离赛亚要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救世主 所以在那边 也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安慰 所以耶稣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崇拜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知道 This coming year is going to be different 这一年将会不同的 灵是不同的 所以当我们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就知道上帝与你同在 他会在你的身上做更大的事情 在三个礼拜前 相信全世界很多的国家 包括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的足球迷 他们都很热忱 去追看 在中东 这个卡德尔所举行的 世界的足球赛 有谁有看的 请记住 这么少 我不相信 我都看了 我都看了好多次 甚至那个final我也看了两次 repeat 又repeat 因为我觉得很刺激 原来啦 这个没吸 现在我爱上了他 以前我也看过他 但是没有看得那么清楚 但是今年我看得很清楚 哇 我觉得 乐狗啊 我觉得他那种求义 他那种精神 他那种博杀 真的没得顶的 真的不是像我们 我们叫基督徒做东西 不要啦 牧师 叫他做啦 他不是这样的 所以当我看这个世界杯 哇 特别对这个 十号的足球员 我都想去买一个shirt 在背后有个十号 我要拿来做纪念 也pass给我的女儿 哇 因为在 这个shirt的这个十号 是代表perfect的 真的是看到他 他的那种精神 你看很多人都喜欢他 当他们拿了那个金杯 回到阿根廷市 四百万人出来迎接他们 你想一想 哇 真的很厉害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球员 也激励我自己 那个侍奉的心 我侍奉有没有这样的心 我的boxd那个精神 够不够 我的坚持 够不够 所以在他的身上 今年呢 我就是学了这个功课 所以你会看到 在今年呢 李牧师会更加boxd 阿们 因为我们个个都要学以之用 看到人家做得那么好 谁不想拿一个金杯 我们谁不想做英雄 但是我们知道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英雄 你看到这个梅西 看到他的家庭 家庭又这么温暖 那个太太又这么挺挺满满 八岁就认识太太 一直追追追追到现在 所以她是个很专业的一个丈夫 我觉得看到她那个家庭 也很完美 每一次她打拨打得好的时候 把那个球踢进去的时候 等下休息了 那几个孩子就飞过去 爹爹爹爹爹 I'm so proud of you 哇 你想 要是有一天你的孩子 你做了事情 他们会这样来跟你讲 你开不开心啊 Oh 妈咪 妈咪 You're so good Oh 娘咪 妈咪 Thank you for looking after me 谢谢你照顾我 照顾我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做父母的 就做了一个榜样 给孩子们看到了 原来我们做基督徒 是怎样怎样的 所以在这个眉心的 那个生命当中 也给了我很多 这些学习的功课 她这个超水准的 球的表现 在她28年的 足球生涯当中 也为她的国家 带来很多的光荣 很多的精悲 所以今天当我们去 思想我们在新的一年 我们的侍奉 我都期待我们 不是想要精悲 但是我们所要得到的 是什么 我要得到上帝的喜悦 上帝只要跟我们说 You are a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我就很心满意 祖 你是个又忠心 又良善的仆人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想听到上帝讲的 所以在这边 我就是再一次的 鼓励大家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为主付出 我们要学习 等一下还有很多的教导 我们要学习 怎样能够去过一个 尊主伟大的人生 今天我们来到马可福音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些圣经 第7章 马可福音第10章44到45 我们一起来读 读圣经大声一点 在你们中间 谁愿为首 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来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素价 我们个个都是仆人 很尊贵的仆人 所以上帝要使用我们 还有另外一集 《经元》第3章5到7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道路 所以要是你不知道 怎样来跑前面的道路 这两个经文会给你很好的提示 在你一切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道路 好 那我们以下来 我们去读 《马可福音》第一章 《马可福音》第一章 是分了两次来讲的 今天这个讲到 是Part 1 上集 下个礼拜也是我讲 就Continue Part 2的 今天我们有四个故事 要跟大家分享 我刚才说了 《马可福音》是讲故事的 我们第一个故事 讲什么故事呢 又是英雄的人物 这个英雄人物是谁呢 施喜耶和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六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开生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正如先知以赛亚上记作说 看啊 我要猜拳我的使者 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作说 预备主的道 修植他的路 再绝下去 但这话来 约翰来了 在旷野施洗 传慧改的洗礼 使罪得失 犹太全帝和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去到约翰拿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穿洛鸭的衣服 腰臭皮带 吃的是蝗虫 远密 施洗耶和 Ralf 一个粗人 他有酒店不住 他去住旷野 我相信这个也是上帝 给他的一个呼召 他的生活很简单 没有冷气 没有Hi-Fi 什么都没有 就是在旷野里面 他去服侍 他穿的是罗驼毛的衣服 腰处皮带 吃的是蝗虫 野密 和某大饮茶 也没有这个羹 也没有靠肉 什么都没有 就是吃这两样东西 但是两样东西不错 蝗虫 High protein 还有呢 野密 对我们女人 哇 不可少 因为很自愿 我们的皮肤 但是很奇怪 当你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 他就是出 出人一个 但是这个英雄不简单 要是我们有多时间来讲他的生平呢 我相信一两堂讲不完的 但是圣经给我们讲到了 这个施洗耶汉的来到了 其实是给当时的人一个很大的消息 一个大喜的信息 神兴起了 神兴起了施洗耶汉 去开他的工作是什么 去担当为主的道路 做先锋 这是一个很荣耀的呼召 神要施洗耶汉去 为这个耶稣 这个尼撒亚 这样要来到了 要预备他的道 修制他的路 因为他是带着一个大使命来到 他的使命呢 就要唤醒这个世上迷失的心 去迎接主耶稣的来 把这个救恩带到我们的人群当中 带到这个世界 也给人带来了 这个慧改的那个洗礼 这个慧改很重要 做错事不慧改 夜晚你都睡不着 所以这个慧改 在我们生活当中 是一定要的 所以这个就是施洗耶汉 它很重要的一个使命 就是使到人要慧改 能够慧改 我们心中有平安 不能够慧改 你很累就 我告诉你 要是你在现在 在你的状况里面 有些东西你认为你没有做错 OK 但是要是你做错了 你不去慧改 我鼓励你 即刻要有这个行动 要不然你的生命 就是这样 在一个很苦闷 很累就的一个情况 来去过你的生活 这就是很悲响的 其实耶稣来的这个消息 早在几百年 已经有这个预告 我们一起来看 以赛亚书的一个预言 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到五节 我们大家也是一起来读哦 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到五节 有人声喊着说 在旷野预备 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 我们神的道 一切山蛙都要填满 大小三缸要消平 高高低低的 要改为平淡 区区区区的 必成为平原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环有学气的 必一同看见 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这个预言讲什么呢 其实就是要给 以色列人带来 很大的一个安慰 要宣告 耶稣要来了 神要进入这个旷野当中 把百姓拯救过来 他们的灵命太过方凉了 他们的侍奉太过没有力量 没有方向 所以以赛亚先知 就发了这个预言 他说一切的高高低低的 那些沙漠的山都要把它消平 这个代表什么 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任何的困难 有任何的高高低低 还没有搞定的 我们要把它弄好 我们要重新的 在主里面 我们享受 神给我们的丰盛 不要硬着在生活当中 有任何的困难 阻碍我们向前跑 所以这个预言 就给当时的 以色列人 也带来很大的安慰 他要使到每一个人 因为对上帝有信心 他们可以踏着 跑前面的道路 所以这个信心 是绝对不可以没有的 其实施洗遗憾 他是生长在一个 祭司撒迦利亚的家中 他本来不需要住旷野的 他可以继承 他父的那个 四月 他的爸爸 是一个祭司 祭司就说 很受到人欢迎 人家有什么困难的时候 就会去找祭司 所以他就放下了 这个尊贵的身份 去到旷野 他放下了 他的名利 他的地位 还有很舒服的 物质的生活 他去到旷野 就是要实行了 上帝给他的那个口令 其实他所传的那个信息 也是很有影响力 他所传讲 刚才我说了 是一个悔改的信息 悔改之后 就带来了太平 悔改了之后 就带来了喜乐 所以这个悔改了 不是那么简单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发现 要是要我们中国人 做爸爸的 去跟孩子们想对不起 是不是很难讲 我们中国人很难 要我跟小朋友说对不起 明明是我错 是他错 所以我觉得 这一方面 这个信息 是思习和 要传得很好的 我们也期待 我们当中 每一个人 我们都要知道 我们要 真的是问 什么 问心无愧的 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要做一个清新的人 不好的事情 我们不要 好的事情 我们就要去追求 所以你看到了 这个思习和 要去传这个信息 不简单 因为他会告诉你 你做错了 你要去悔改 你做错了 怎么 什么 什么 我们不喜欢听到人 说我错 我以前也有这个心 我错是我的事 关你 什么事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一时不悔改了 我们的心都放不下 所以我们也祈求神 帮助我们 在家庭里面 不要有任何 任何不安的地方 就要讲到安 使到我们的家庭的生活 我们的心灵 各方面呢 是蒙神 他自己的许愿 我们知道 施洗耶和 他这个工作不容易 但是很奇怪 他也很有吸引力 可能不足 没息的那个吸引力 但是他的吸引力 也很厉害 因为他所传的 那个信息呢 就是上帝要他传的 他所讲的东西 就是上帝要他讲的 所以很多人都很恶恶 要听啊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呢 在那一天呢 哇 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自己的罪 并在约旦河那边呢 接受洗礼 所以我看到 大大的 上帝也大大的使用了 施洗耶和 成为一个领人归正 使到他们能够面对 上帝的生命 所以很多的人听到 有施洗耶和 他们就一起 一窝风 我不知道那个 未保五千人 那个五千人 是不是在当中 我相信很多人呢 因为听到 施洗耶和的信息了 他们的信就被 搅动了 他们一定要去看 看这个耶稣 看这个上帝 到底上帝为我们 所预备的是什么东西 好 再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到 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讲到 耶稣 接受洗礼 我们一起来读 马可福音 第一章 七到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 他传道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 给他解鞋带 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 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来用圣灵 帮你们施洗 耶稣从加利利的 拉撒勒来 在约旦河 受了约翰的洗 他从水里一上来 就看见天裂开 圣灵防护格子 降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 你就是我的爱子 我所许愿的 耶稣 为什么耶稣要受洗 你有没有想过 耶稣又是神 为什么要受洗 圣经告诉我们 他没有犯罪 为什么耶稣要受洗 想一想 耶稣受洗了 因为他要跟我们认同 我们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 这些罪 不是我们能够拿去的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道成肉身 进入这个世界 与我们统战 所以他要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也要做一个榜样 既然你们要受洗 我也要来受洗 所以这个要是有人问你了 为什么耶稣要受洗了 很简单的一个答案 就是他要跟人类认同 知道我们都是犯罪的人 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 接受这个洗礼 所以当神兴起了施洗耶汉 叫他去担当 这个福音的前锋 他的信息就传遍了整个耶路撒冷 就看到他 施洗耶汉他很清楚 他自己要讲的是什么 他要做的是什么 现在他更加的重要了 就是要把这个离撒亚 介绍给我们 知道告诉我们 耶稣要来了 你们要得到救恩 这个离撒亚要来了 你们要去等候 所以这方面很重要 也因为主耶稣 他是很崇高的 他很伟大的 所以当耶稣来到施洗耶汉的面前 要求他为他洗礼 你知道 你知道施洗耶汉怎么说吗 他说不行啊 不行啊 你这么高 这么伟大 我不配为你来解鞋带 我怎么能够为你来洗礼 所以这个呢 就给这个施洗耶汉了 一个很大的惊喜 他又怕 觉得他不配为耶稣洗礼 但是他知道 这个是上帝的心意 所以最终呢 他还是为耶稣洗礼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施洗耶汉所施行的洗礼 不是只是个悔改的洗礼 他所施洗的 却是一个圣灵的洗礼 因为当耶稣受洗的时候 有格子从天上加灵 还有上帝的说话说 这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许悦的 所以身为一个福音先知的 施洗耶汉 他很清楚 他自己的呼召 和他侍奉的目标 所以当耶稣来去接受 他的洗礼的时候 来要洗礼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说话 就是 他必兴旺 我必衰美 这一句话很重要 因为他知道耶稣是高高在上 所以也看到了 这个施洗耶汉 他那个含泼 他那个悲美 在耶稣的面前 他可能不敢抬头 他必兴旺 我必衰美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施洗耶汉是一个很谦卑的 再接下来 我们就是看到 当时的那个反应 就在那一天 施洗耶汉 看见耶稣 援着耶当河来 要叫他洗礼 他就说 耶稣不要不要 是我当受你的洗礼 怎么你来 要我帮你洗礼 所以当时耶稣 说了一句话 你帮我洗礼了 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我要进诸般的义 所以当时约翰 就为耶稣洗礼 什么是进诸般的义 诸般的义就说了 我们要在一个 没有罪的 有罪的那个情况之下 我要去认罪 认罪之后 我就变了一个义人 所以在主的面前 我是没有亏欠的 所以耶稣 他心里面 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要进诸般的义 所以我们也看到 当耶稣洗礼后 从水里上来了 他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灵仿佛格子 降在他的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所许悦的 这个宣告说得很清楚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而且还有圣灵 亲自降临 要为他做见证 耶稣受洗后了 圣灵就开始 在耶稣的身上来工作 所以耶稣要接受洗礼 他要甚至之后 还要被试探 对他来说 也是个操练 也是个预备 就要预备他将来 他也要出来服事 好 我们再绝下去 我们看到另外一点 就是耶稣受魔鬼的试探 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 圣灵就把耶稣 吹到旷野里去 他在旷野四四天 受撒旦的试探 兵与野兽同在一处 且有天使来侍候他 试探 是信徒常要面对 我们属灵的经理 圣经到底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这个试探 很难哦 要给试探 有时候我们会跌倒 所以我在这边呢 就给了你们 有四个的提醒 试探 是信徒常要面对的 属灵的经理 四个提醒 第一个 主是先被圣灵充满 然后才与魔鬼战争 唯有被圣灵充满 接受圣灵的引领呢 我们才能够打 这个属灵的战争 第二个 主耶稣既然被试探过 他就能达救被试探的人 他在受试探的对应呢 来是给了我们信徒的一个榜样 因为他受试探过 他知道什么滋味 但是他没有give in 他仍然是坚持 还有第三个提醒呢 忍受试探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经过试探之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哇 这个我们人人都要 当我们被试探之后 原来我们所得到的 是一个冠冕 我们没有金杯 但是我们有个冠冕 上帝要示给我们 所以就告诉我们呢 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清楚 我们更加要靠着主的圣 最后一个提醒 我们一起来读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圣事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你们忍受得住 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都会背这个经文 所以盼望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 我们要谨记这些的经文 而不要在当中 我们去跌倒 好 最后我们要快点 就是呼召 耶稣呼召了一批四个门徒 我们一起来读 马可福音第一章 十四到二十 约翰下间之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 宣传神的福音 说日期满了 神的过境了 你们当会改信福音 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 在海边里杀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他们对他说 来跟从我 我要教你们的人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跟从了他 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了 我会知道 他真的要开始做他的事工 因为人的需要越来越多 所以刚刚就在那个时候 上帝也安排了 有四个门徒给他去呼召 这就是安德烈跟彼得 还有就是John 还有他的弟弟雅各和约翰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门徒 其实就是建立了第一间的教会 耶稣借着这个呼召 两兄弟 两兄弟 叫他们说 现在你把你的网放下 我有更重要的指令 要交给你 所以他们也很顺服 No condition 放下自己的网 来跟随耶稣 他们这个做法 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教导 一个提醒 就是他们的顺服 只要是耶稣讲的 我必定要顺服 因为知道当你顺服耶稣了 你就会蒙恩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时间 我们知道上帝呼召门徒 要使用他们 今天同样的 上帝也要呼召我们每一位 今天坐在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上帝要使用你 成为他有用的去面 也带着信心 去经历上帝的信实和公义 去体会赦罪的恩典 也带着信心去传扬福音 所以今天我在这边 我要鼓励大家 你要准备好 无论洗礼 没有洗礼 没有洗礼的 经过了洗礼之后 你会变得更加的成熟 上帝要使用我们每一位 好 最后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教会 他上信心路 微信教堂 Sky Arena 来感恩祷告 今天我要提醒大家 上帝呼召我们 我觉得在我们Sky Night里面 这个建议 这个新的教堂 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们都讲了很多 我们的奉献也已经足够 但是还是需要更多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金钱 直到整个装修的工程能够完成 但是我们知道 上帝给了我们这个地方 他有很大的一个目的 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 这个地方四层楼 可以泊三百多架子 所以我们就看见 原来更大的空间 告诉我们什么 更大的空间 就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组织更多的活动 去吸引和造就更多的人 我们也可以跟社会 特别是在附近的市区 有更好的借助 能够和居民打成一片 成为一个福音的桥梁 对于市区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因为我们有很大的空间 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人手 这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每一位将来 我们也要被上帝来使用 就让我们大大小小 我们都能够一起来服事 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东西 只要是为神而做的了 上帝一定会大大的祝福我们 所以在这边我就鼓励大家 我们要准备好自己 无论你的恩赐在哪里 无论你的情况怎么样 当我们能够同心 一起去发展教会 我们看到那个照片很多的人 我都盼望 盼望在个百多人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 所卷选的门徒 我们要为主去打一场美好的仗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所以今天我们最后 我们一起来读 《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 这个也是非常有鼓励性的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传扬他 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借格人 教导格人 要把格人在基督耶稣里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我也维持劳苦 照着他在我里面 运用的大能尽兴学力 所以我把这个经文送给大家 让我们都能够记得 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信愿 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慈悲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在新的一年当中 你给我们看到有新的亮光 有新的机会 有新的意向 有新的信心 我们就把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教给你 愿主礼带领我们 也借着马可福音的教导 让我们学习怎样去顺服 让我们学习怎样去跟随你 而在那跟随你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经历到你 更多更多 我们感谢你 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位 每一个家庭都叫上 愿主你把你更大的祝福 赐给我们 我们以上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今天牧师道就讲到这边 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是很蒙福的 因为信了耶稣 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因为信了耶稣 我们可以站在这上面 来歌唱 来歌颂 信耶稣 是一个人生最好的选择 今天你们来到这边 我相信不是by coincidence 是上帝的安排 你来到这边 在这边我就想问一问 在我们当中 要是你还没有信耶稣的 你愿不愿意信耶稣 要是你愿意信耶稣 我们也可以为你来祷告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还没有信耶稣 但是你今天听得到之后 你想信耶稣 要是你想了 请你把你的手挤起来 或者你信了耶稣很久 现在变得冷淡了 你都想不是为你祷告 有没有人想信耶稣的 请你把你的手挤起来 我们可以为你来祷告 我们知道信耶稣 有时也是需要时间 所以让上帝保守我们每一位 能够常常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我们感谢神 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祂而来的 啊 稍贵的问题 明镜已经成为了 我们下易拍一张 我们下易拍摄 点击 我们下易拍摄 我们下易拍摄 带 没有 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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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